想要理解新海城的绘画风格 先要理解他之前的两座大山 宫崎骏和押井手 在那之前 整个日本动画界 是以首种之同为代表的 迪士尼动画风格 这些动画的场景 总给人一种很卡通的感觉 我们只会觉得动画 是最真实世界的一种简化 并不会觉得因为这个场景 被做成了动画以后 更美或者更有感觉了 宫崎骏动画电影的出现 让世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 一种独属于动画的田园风格的美学 而帮他实现这种效果展现的 就是动画片中的 背景美术师南路和雄 美术设定在日文中 被称为美术监督 专门负责决定一部 动画背景细节的设计 通过场景呈现 该动画的内容的世界观 南路和雄在场景设计中 开创了很多有趣的手法 这是模拟宅机变中的一个镜头 制作时南路和雄 绘制了一张超长的横幅背景 而这个骑车的蜻蜓和骑骑 则是绘制在一张透明的塑料板上 这种透明的塑料叫做晒露落 摄影师只要拖动晒露落成 就可以实现角色的移动 拍摄出上面的场景 这种只是比较简单的基础操作 在幽灵公主中 有个在丛林中穿越的镜头 这种画面的背景绘制更加复杂 需要将不同景深的树林 分开画在不同的背景板 宫崎俊和南路和雄合作龙猫 第一次见面时 南路心中又坚定 这份工作无论如何都想去做 在合作完成后 一向严苛的宫崎俊也用绝妙二字 给予南路和雄高度的评价 他的作品看上去很仔细很认真 但当你靠近看时却又很粗糙 他只用轻轻几笔 就营造出了一个绝妙的意境 我想这就是他的作品的奇妙之处 宫崎俊可是很少会给别人这么高的评价 为了提升作画技巧 南路和雄曾走遍日本大大小小的村庄 创作了也撕毁了无数画作 就是为了将他所看到的美景展现出来 因此在南路和雄的笔下 那些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让人心神向往的自然风光 大多都是真实存在的 许多人第一次喜欢上宫崎俊 就是被这绝美的背景画风所吸引 扑面而来的干净感 给当时的动画界带来了巨大的美学震撼 最后引领了小青青风潮 席卷到电影和摄影界 如果说宫崎俊是日式童话世界的代表 那么压紧手则是日本科幻世界的代表 繁荣又空虚的都市也需要被动画化 无数都市青年男女 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被搬上迎平 二十四季八十年代 是日本动漫科幻电影的巅峰时期 阿基拉 公俏机动队 新四季福音战士等动画片 共同构筑了动画圈里的都市生活 阿基拉中的新东京 它的设定来自于三个方面 1927年的大都会 1982年的营翼杀手 和新城代谢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下剑三的建筑设计 机动警察设计则与1990年后期实际的东京风景仅有一点小小的不同 已经很接近实景了 公俏机动队的背景则设定在未来派风格的香港 也受到营翼杀手的影响 新四季福音战士的背景定在第三东京 其建筑空间是基于另一类电影类型的影院空间设计的 与很多科幻作品不同 安野秀民对把赛博朋克风格应用于城市景观没有什么兴趣 大有克扬通过绘画来扩展自己的视野 押紧手则以仿佛是真人的表演的方式来创作图像 而安野秀民的场景设计则受到特色片的影响 日本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怪物电影 1945年的哥斯拉 1966年的奥特曼 都对安野秀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正如大家所见 这些都市都是一种近未来的状态 不是一种当下的体验 而且风格配色大多都比较成郁 与公俏机那种轻快鲜明的颜色感觉迥然不同 似乎都市生活就应该像赛博朋克的语境一样 充满了厚重感和垂废的气息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都市生活也可以很小轻轻 也可以很干净明亮呢 画出一种宫崎俊的感觉 但不是乡村和城堡 而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 看着宫崎俊和大友克阳 压紧手安野秀民等人的作品 长大的新海成 内心里就是想要做出这种可能 作为一个富二代 他并没有回去继承家业搞实体建筑 而是在动画世界的熏陶下 投身到了一个虚幻的建筑世界 在那里 他要创造一个更干净更透明的城市 和前辈们动不动就宏大的反战思想 或者人与自然这些大主题不一样 新海成一直探讨的是关于爱情的小故事 但表面上是爱情故事 实际上是披着爱情外衣的 关于孤独的思考 新海成的成长环境 和我们这个时代当下年轻人的成长环境 是一种更接近的状态 新海成的美术 简单来说大概有三个特点 第一点就是对生活用品刻画的非常写实 新海成的动画中总是会出现 非常多生活情景生活用品的特写 并且还会尽力用音效来营造真实感 比如雨声电车声 没有生活细节的叠加 也无法让观众感同身受 新海成对于生活的描绘 这所以总能在不经意间出动大家的心全 就是因为这种超强的生活表现力 很多感受和情绪 不是靠台词和动作来表达的 而是靠这些无声的场景 第二个特点就是颜色明度程度很高 并且背景中存在多个光源 新海成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 它在画背景的时候设定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太阳 这里说的太阳指的就是光源 所以动画中许多昏暗的地方也会出现很多细小的高光 比如这个走廊的墙体 它就有非常丰富的水纹灯光效果 许多暗面也有很多反射 极大的丰富了整个画面中的色彩空间 增加了画面的信息量 第三个特点是把宫崎俊电影里才有的那种 干净的蓝天白云和星空挪到了都市之中 天天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应该知道城市里很少有这么漂亮的蓝天 但是新海成对动画界的影响真正比较大的不是它的风格 而是它的动画制作流程 那是一种颠覆性的制作流程 它的做法给当时的动画制作人带来的震撼不亚于AI的出现 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它是通过电脑来制作CG 使用这种操作首先要进行大量的素材收集 再通过相关的CG化软件进行截图 通过一定的后期处理 形成了这种精美的绘画风格 简单来说就是把照片披成动画场景的效果 但实际上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它的制作方式是传统的有子动画和无子技术的结合 在构式剧本的时候 脑海里会出现一些碎片性的灵感 大多是一些画面和台词 和宫崎俊一样是画面感先行的 然后带着这样的剧本和情景氛围的感觉 到日本各地进行拍摄 金海城所有的动画场景中 都有实际场景的影子 在很多制作花絮中也了解到了这一点 在遇到自己需要的场景时 它会拍摄下来现实场景中的素材作为使用 这是非常经典的镜头了 我当时也没想到原来动画中 有这种现实场景的依据 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对比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在这些素材收集结束后 继续要做的工作就是画动画分镜 动画场景情绪图制作 场景设定 人物设定 色彩设定 然后制作样片 考量完之后 再进入到正式的动画制作中 这种方法刚出来的时候 页内有很多人在喷它 这还是动画吗 年轻人不讲武德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像新海城一样 用这种技术来制作动画场景的人 多少会有一些不好意思 比如说嘉诚号 嘉诚在2014年 出版了一本 专业人士传授动画背景画法的教程 教大家怎么用PS 把这种效果给弄出来 但是这本书的重点 并不是那个PS技术 而是以四类 特殊透视 照明等五个课题 为核心展开的 关于场景设计的心得 明明是一本不错的教材 但是在采访中 嘉诚表示 让读者看到 类似于图成叠加之类的 制作内幕 会有一种 居然连这都让人看的感觉 嘉诚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新技术在旧技术的面前 总是处于比斯列的底端 古今中外 莫不如是 但实际上 等到那些批判者 或者跟随者 开始自己去做的时候 就会发现 很难做出 类似于新海诚的效果 新海诚在这些场景中 投入了很多的设计 和心思在里面 不是随随便便 用几个滤镜 就能够给搞出来的 就像现在用AI来创作一样 也不是谁都能够 创作出精致的画面 核心能力永远是设计 以及背后的核心理念 就像新海诚 真正想要表现的是 年轻人在爱情面前的孤独感 新海诚引领了 这场技术革命 到后面就衍生出了 用3D建模来渲染2D效果的手段 随着新海诚团队规模的扩大 后面在里的名字动画里 也用了这个最新的手法 在三缺二的技术上 也会先制作好分镜 然后用电脑模型 制作出所有的场景 那个东京穿梭到细手镇上的 摄像机动画 是插画师先画好2D的原画效果 然后用3D模型 做出了具体的场景 再把画好的效果当成材贴图贴上去 为什么还要做这样一个重复的动作呢 因为3D可以表达出 很丰富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三叶和奶奶去神社的路上的那一段 那一排亮眼的红叶 这个镜头其实也是用3D图像 做出来的一个背景 在这里不得不再强调一下灯光设计 你的名字里面的光影效果 做得很漂亮 一部再优秀的作品 你的材贴图做得再怎么精细 如果灯光做得不讲究 效果会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的名字的画面精美 并不仅仅是材质好看 仔细看就会发现 场景明暗关系分明 几乎每个建筑和设施上都含有高光 这种光源的渗透感是非常丰富的 这样能够称作出场景的干净平滑 然后很多镜头都加了唯美的光效滤镜 让场景变得非常的华丽和细腻 新海城之后 整个日本动画界的制作流程 都开始转向它这个套路 并且工业化规模化了 最后总结一下 新海城吸收了南路和熊的配色 和鸭井首安野秀明等人的精细感 用新的技术围绕孤独感这个核心理念 描绘了一个更清新唯美的都市景色 并且将日本的动漫制作技术流程 带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那安野秀明大游客羊 鸭井首等人的场景设计 背后的思想是什么呢 除了场景 整个日本的动漫角色又是怎么设计的呢 日本的动画制作人们 是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 构建起了日本的动漫语言的 这种动漫语言的特点是什么 这些我都会在我的付费审美课程 第19节课里面进行详细解读 仔细地解读这整个时代的特点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微信扫码 教我好友咨询 我是维维老师 喜欢分享关于绘画的问题和思考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